继续经、诸经、人经后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 杠经 他们是台康成人的一群经管 你说东他说西 你说好他非得说不好 不管你说什么 他总会变招法子给你杠回去 图片来源于网络 青山记得在微博上看过这样一个杠经文学精选 微博某某某跟某某X长得好像 评论一并不像谢谢评论二 说像的麻烦挂个眼和评论三 某某某谁都不像 他就是他自己评论四 你瞎了吧 哪里像的 评论五都瞅微博 某某某某好好看 评论一不好看 看了开头就关了评论二 还是某某某某最好看 评论三无聊死了 怎么还有人看这个评论四 你认真的吗 明明很难看评论五 看评论原来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难看微博 今天啦啦啦啦啦哈哈哈哈 评论一 好笑吗 评论二 看不懂 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评论三 笑点在哪 评论四 不觉得好笑 也不知道笑的人什么心态评论五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笑 图片来源于网络 青山看到这里 你可能内心有想起了身边的某个人 但是这些还不够断定的话 再来看看他们有什么特征吧 鉴定杠精的四大标准 一 理解力不好 战斗力爆表 二 表达力不好 存在感爆表 三 别人说啥不重要 先反驳了再说 四 永不认错 绝不道歉 杠精的思想精髓 一 没见过就是假的 二 不相信就是错的 三 不喜欢的都是垃圾杠精的取胜秘诀 一 话重点二 找漏洞三 圣人角度杠精的生活 已经如此多姿多彩 那他还需要朋友吗 答案是 不是不需要 而是根本没有朋友 他们之所以令人厌恶 是因为他们抬杆从不分场合 不站在对方角度想事情 仿佛世界为他独尊 整天一副众人结罪我独行的模样 若是遇到这样的杠精 我们该如何对正下药呢 一 你去打麻将好不好 我看你挺会按杠的 二 有时间一起吃鱼好不好 我看你挺会挑刺的 三 今晚你下厨好不好 我看你挺会添油加醋的 四 回家放牛好不好 我看你挺会吹的 在人际关系中 想要与人为善 便要学会如何与人相处 而沟通则是最基础的